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莎莎曲 今次和大家分享一下做传统小食 胡客 如何可以选一个漂亮的芋头 芋头需要轻身 表示水分少 水分少, 淀粉含量就会高 那就证明芋头是粉些 材料方面非常简单 有芋头, 糖, 盐, 白芝麻, 五香粉, 煎米粉, 糯米粉 如果喜欢加芝麻的朋友 建议不要加太多 因为很容易烧焦的 油温要控制得好 我自己用了摄氏150-160度 火锅格西必须浸油 这样就不会容易粘底 可以容易起芋蝦 火锅格西都分很多款 大家可以试试不同大小的格西 看看哪一款是适合自己的 护虾是一种手工小食 大家记住 护虾是一种手工小食 需要很有耐性去慢慢炸 我会以为你留下一个策刀 就会越来越来越多的 我说在这种手工小食 你都不可以的 我会有很多 我会有很多 你会有很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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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有很多 我会有很多 我大概炸了2-3分钟左右 护虾就差不多脱离格西了 护虾就更弱了 感谢观看